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子汉 优酷全云乐的朋友们 你们好吗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里 这就是我拍戏剧组的家 这里整体都是按照我平时的学业而设计的 这个是洗手间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这个房间是我妹妹 冷暖 冷暖的房间 你看 其实很温馨 然后它是一个很中二的双女 下面铺满了一些海报 还有一些玩具 因为我喜欢科技 所以你看它也对一些耳机 一些黑科技的那些智能比较感兴趣 包括也收拾了很整洁 一定它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对 这样 很爱玩 很喜欢手办 好 这就是我们家的客厅和 餐桌 客厅呢 是一个开放式的 然后就是也是为了方便 好拍摄 因为小的小空间会很难进机器 这个呢就是客厅 显而见啊 也很简洁 是极简风 它的装油风格嘛 我不太懂 但是还蛮符合人设 然后这里 这里呢就是所谓的科技间 因为我读的专业是人工智能 科技方面的一个专业 整个系的篇幅都围绕着我 怎么去打造一个新型的智能 包括跟人能去深度地交流的那种人工智能 而不是单纯的那种 机械化的回答 你吃了吗 你还好吗 所以我一直在通过这方面的努力和研究 你看 包括这个夜压的电子手 还有很多的电路板 很多机械的 因为男孩子都很喜欢机械 而且还蛮好的 还有音响 音响罗列起来 各个品牌 然后各个功能的音响 还有什么 对 这些都是我平时做出来的一些小部件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但只限于我戏内人设 戏里面做出来的 我本人还是不会做的 对 然后包括平时你看 比如说摆了一些很碎的一些健身的用品 平时我还会在家里保持一下健身 包括那边有的哑铃什么的 还是对体育啊 或者是对健身 对健康方面还是比较 真健身达人 保重的 对 我的卧室整体来说的 我觉得也是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居住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 就是比较温馨舒适 对 我觉得没有孟好贤他家好 孟好贤他家虽然很小 但是很温馨 我们家就是大大的 就是很机械风的那种感觉 工业风 工业风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感觉 没有那么的有人情味 关于你在凡尔帅 那你走 但是还好 算是那个光调啊 色调什么都算比较温馨的 对 基本就没什么了 对 没什么了 谢谢 参观结束了 再见